从没见过这么敬业的杀手 敬业起来连自己都杀 不久之前 杀手接到老板的命令 前去刺杀制定目标 他来到一座大厦 拿出狙击枪 瞄准对面大楼 而大楼里面的电脑人 发现了墙上的红外线 吓得直冒冷汗 很快杀手一动红外线 锁定在电脑人的头上 电脑人不愿等死 于是从抽屉里 抛出一把手枪 一个下蹲 闭上眼睛 朝着红外线的方向 疯狂开枪 然而子弹全部射在窗外的 蜘蛛人身上 蜘蛛人当场去世 而另一边的杀手 拿出任务单打上钩 目标已经消灭 原来杀手的目标 其实是蜘蛛人 他只是借枪杀人 很快佛波的赶到 电脑人当场被抓 背叛死刑 而杀手再次拿出任务单 得意的打上一个钩 原来电脑人也是他的刺杀目标 就这样 杀手凭借刺器的聪明才智 没开一枪 就完成了两个刺杀目标 经过这次刺杀任务过后 他成为了杀手界的扛把子 只要他出手的任务 就没有完不成的 不管目标在什么地方 他都能够轻松解决 由于之前没开一枪 就成功消灭了两个目标 他得到了公司里面 黄牌杀手的称号 今天他回到公司 同时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就连老板娘都忍不住表扬了他 老板面前杀手 也热情地与他握手 随后给他派了一个刺杀目标 杀手接过目标画像一看 直接大吃一惊 随后掏出手枪 对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 老板看着这一幕 十分惊讶 原来是老板把刺杀目标的画像 与杀手的画像搞反了 事已至此 老板也很无奈 再次把目标画像 交到杀手的手中 至此影片结束 要说也怪这杀手太敬业了 如果犹豫一下 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局